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操作我们的adb 刚才呢,我们把Android的环境搭建了 并且呢,给它测试了一下我们这个adb的一个命令 刚才的话,我们只是在这个窗口下进行了一个adb的一个操作 显示这么多东西,那后面都是参数的 我们都还没有给它用,我们都没有给它用 那当然呢,你可以怎么着呢 adb-verfio,你可以看什么呀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adb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版本 adb全称Android Debug Brothers 就是什么呀,Android的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安卓调试桥 它呢,其实就是一个命令窗口 通过电脑,电脑断与模拟器进行一个或者真实设备支援交互 包括三下这种电脑客户端运行的内容 用于你这个开发机作为一个后台竞争运行的服务器 以一个后台竞争形式,用于模拟器或设备上的手护程序 这是我们adb,说白了,adb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利用电脑,利用我们的pc端 通过我们的adb来对手机进行一个操作 说白就是什么呀,adb呢是我们手机 说成大白话来讲,adb就是我们的电脑和咱们的手机的一个桥梁 那这里的话就是adb主要功能是运行Android设备的摄像命令 管理Android模拟器或Android设备端口的映射 安装下载的apk程序,计算机和安装设备之间上传或下载文件 那这些都是我adb可以做的事 常用命令上面一个是q service,关闭adb服务 还有start service,就是启动AP服务 在这的话我们给它来简单试一下 试一下,adb,ql,se,a,这就是我们关闭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启动,当我们就说如果设备的话呢,你连接不上了,你可以通过准备 或者你要那个设备之间连接有问题了,都可以干什么 这些关闭和一个重启,重启套路就有两个简单明明 那当然这个的话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adb device 就是查看当前设备的一个连接情况,怎么用呢? adb device 当然在这的话我们是目前来说是没有连到没有连到 没连到情况也没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给它怎么着呀 这个device没有启动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什么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模拟器给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重新打开 意思就是说重启一下,这是最最直接的方式啊 因为刚才的话,咱是把这个桥给人家断了一下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们再看啊 adb device 这是不是起来的? 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设备啊 这个设备的话,名称的话我们这叫什么呀 就是127.0.0.1冒号6200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啊 那如果说你现在在打开了其他模拟器 打开了其他模拟器 那么这个名字就又会多出来了 在这儿咱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如果打开别的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在装这个夜神的时候呢 它当时有一个叫做 搜一下 夜神 在这里啊,这里点这个东西 它这儿有一个多开模拟器 那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这模拟器有一个模拟器 你可以添加一个嘛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添加完以后咱们再给它进行一个启动 启动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变成怎么样 变成大屏幕的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刚刚刚刚 新创建的一个模拟器 新创建模拟器 我们可以等它先打开 打开吧 打开以后的话 这样的话咱们现在电脑上 就有两个这个模拟器 那咱们可以再看一下 adb-delice 还没有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以后咱们再看一下 大家发现怎么着 是不是这里就变成了两个模拟器 两个模拟器 那当然前面是一样的 后面我们这个端谷号 是不是一样呀 一个是62025 一个是62001 这是两个不一样模拟器 那咱们如果说是62001的话 那只就是我这个手机了 62025就是我刚才后期的模拟器 这是我这个命令的一个方便 这个命令的话 在我们11当中的话 用的还是蛮多的一个命令 现在我关了一个 那咱们再看一下 就变成你一个脸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的话还有下面 就是一个adb-insta 就是安装程序 那当然这个命令咱还有一个 on-insta就是什么 卸载程序 在这的话咱们把这个命令 给它来做一个简单的用法 简单的用法 好怎么用啊 咱们可以先看见 当前页面上 我这里有一个bm.apk的文件 这是我们的一个程序 所以apk应该单也不陌生 当然在这里头的话 我是需要就是说 直接什么呀 adb 然后呢 然后就是insta 我已经连上了 因为当前我已经连上我这个程序 然后我就要指定我路径 那当然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我当前操作 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呀 把这个桌面这个目录 直接给它写一下 那当然如果说一件事 觉得麻烦的 写命令比较麻烦的话 就是写bmi 这么写 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一般 因为我当前这个 这个下面sepa 在sepa yuda animate store 并没有这个bmi的程序 所以说你可以怎么着 咱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关掉 在当前桌面打开咱们的命令提示后 怎么打开呢 按住shave的键 然后 鼠标右键 比如在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ls 咱们 咱们是dir 它下面是不是就有咱们的这个bmi apk 好的 在这儿的话 咱们就可以接着用一下咱们的cls adb 是不是有这个手机 一直默认的话 咱就连上这个手机了 好 怎么写呢 adb nestart bmi.apk 回撤 好 时间 那出现 success以后 说明咱们就怎么办 就安装好 安装好 咱们可以看见 说明它是不是也有这个软件的 有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 按好了 好 这是我们的 安装 安装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 uninsta 就是卸载 当然 卸载的话 咱们就不能说是按照 按照咱们的这个 这个 买面 这个名字来卸载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我们的包名 那个包名呢 就是我们bmi的一个包名 这个bmi的包名 咱怎么看一下 看一下 也比较简单 apt bmi.apk 他这有一个package package name 等于com.hr android02bmi 这就是我们这个bmi的这个 这个包名 这个包名 好 那现在怎么限 怎么限 就是adb start 然后哪个呢 com.hr android02bmi 然后回车 大家发现手机上的设计怎么着 是不是也没了 也没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k -k -k的话也是卸载程序 但是的话 这种卸载方式 它会保留什么 它会保留了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些配置和参数 这个咱们就不是 一般来说 咱如果说要卸载的话 咱是肯定是要完全卸载掉 那钢Key参数的话就是保留了其他的缓存文件 然后下面的话有个操作 操作就是adb 他用-d,-1,-s -d的话 这个是用我们的真机 是我们用的真机 真机 然后的话 多设备中只有一个真机 说来使用 意思就是说 咱们动不体和一个真机 那加钢D的话 直接就认寄了 杠E的话是指模拟器 多个设备中只有一个模拟器 所以一般咱们使用这个 比如说你的电脑联络5台手机 然后在这个模拟器加杠E就不用指定设备面了 直接就找谁呀 找就是一个模拟器了 杠S加的是我们的这个序列号 是我们的序列号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上传和下载文件 adbpush和upro 或者的话是把我们这个 把这个pc把我们电脑上的这个 把电脑把电脑上的能见到快乐 就不这么有推意思吗 就推到我们手机里面 然后破了什么 就是把这个手机里的文件给它拉上来 一个是推一个是拉 那在这儿的话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实验 做一个实验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好 咱们找一个 咱就把这个apk吧 把这个apk给它推上去 推上去 先不写呢 adb 咱们切个屏吧 adb 然后push push push 或者谁呢 咱把这个bmi.apk给它干什么呀 给它 推到哪呢 推到刚刚这个data data目录当中啊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bmi这个目录的话呢 给它推到手机中 data在目录当中 飞车 好 白分白了 那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看下怎么看呢 咱们看呢 shape 啊 咱们就是进入shape里头 咱们去这个data在目录下看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个目录有什么目录呢 ls 这里操作的是什么呀 这里操作的话是和我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和我们Linux环境当中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的Linux命令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的话呢 我们安卓的话 它不是基于我们Linux做的一个开发吗 所以说的话都是能用的 咱们看看 ls l 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个data目录 是不是有一个呀 咱们就cd data 好 在这里接着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找一下啊 找一下 然后再继续键c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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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pwd看下 pwd看下 我们是data data目录线 好 那咱们在ls ls看一下 咱们找找有没有bmi 是不是有了呀 bmi.epk bmi.epk 咱们的bmi 我们可以重新打开一下 找到data data 我再找data 放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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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依然有咱们的程序啊 也有咱们程序啊 也有咱们程序啊 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的话咱们进入到这个效率 效率的话咱们就组装呀 这是把我们的程序给它推下 那同样能拉出来吗 也是可以拉出来的 可以拉出来的 好 怎么拉呢 adb 后 后 -data 下面的data 哪个呢 bmi.apk 空格 然后的话咱们后面写一个路径 你可以写哪 你可以写当前的吧 当前的话就叫什么 咱就叫bmi1.apk 前面你可以写上咱们磁板上路径 但是这里的话不要写什么 不要写c盘d盘的根目录 bmi1.apk 回车 咱们在这边找找 有没有呀 是不是也出来了 这是我们两个命令 这两个命令的话是我们常用的两个命令 就涉及到文件的一个操作 这里就是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那边呢 是我们的adb lokat 这是什么呀 这是看我们当前的一个设备一些日志 日志 当然如果说你想把这些日志给它保存下来 我们下来 你可以怎么着呢 pdblog c盘下 a.abtxt 然后contra c 然后contra c 那在这的话我们可以就说去你的c盘下 然后就是a.tit了 a.tit了 双击打开 这里头就是你当前设备的一些日志消息 对于我们的调试是有的重要作用 然后就把这给它结束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命令 然后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卓的命令 安卓的命令 有哪些呢 有这个就是刚才adb开头吗 这是我们的adb面 还有些安卓命令 安卓命令 然后就哪些呢 比如安卓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写安卓吗 然后呢跟一个sdk 啊就把什么呀 把咱们的当前的一个sdk的一个管理器给他打开了 然后呢就管理我们sdk的啊 你可以进行sdk更新下载操作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还有什么呀 嗯 android什么呀 avd啊 这是打开什么呀 这也打开了咱们安卓原生模拟器的一个一个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有通过什么呀 cred的创建了好的话 还有这些一个启动操作了 啊 start的都是可以做一些起的 让直接可以改版启动这个原生模拟器啊 当然在这的话 这个原生模拟器的话 个人的话用的事不是特别多啊 主要是用咱们第三方的或者用正机来做操作 那当然你看这些什么呀 android list avd啊 啊就列出了你这个模拟器的一个清单 那当然在这的话咱们只有一个啊 随着他给列了一个感言名字的avd10啊 然后USAXS7 然后路径的话是在这里放的 然后的话 还有他的屏幕 还有他的SD卡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这些呢就是我们安卓和adb的一些常用命令啊 常命令啊 嗯 当然其命令的话其实还有特别特别多啊 但是个人的话了 在工作当中的话用的比较多的呢 其实也就是这几个这几个 好谢谢大家